清明節假期期間 不少香港市民都北上昏 日前適逢是復活節假期的最後一日 不少市民都旅行員回來 港珠澳大橋一度人潮逼爆 不少關口都大排長龍 我們的記者就採訪了 由廣東江門經珠海回香港的林小姐 她說港珠澳大橋現場人潮眾多 她下午4點買票 但接近晚上7點都還未上車 林小姐就說現場管理不善 沒有人員出面管制 擔心如果發生人踩人真不知道怎麼辦 她還說有不少長者都拖著行李箱 真是很危險 根據入境處的數據顯示 昨天單計香港居民 就已經有一共39.5727人次抵港 是疫情以來的新高